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的2023年施政报告 比不者预期的要好 比喻成立 总部经济招揽全球及内地各大龙头企业到港设立总部 分部和科研中心 加大力度吸引世界各地名校毕业生优才来港 以及为楼市减达及减少股票买卖印花税等等 这些措施直接为及香港经济发展 报告中提到未来10年兴建约41万个公营房屋单位 未来5年准备好可兴建约8万个私营房屋单位的市地 成立 解决劳房问题 工作组 尤其是延长资助出售单位二手市场按揭贷款保证期 由30年延至50年等等 将邻居屋二手市场变得更活跃 可让更多港人进入这个居屋市场 不者多次赞文要求当局适当减达回应市场呼吁 施政报告终于作出适切回应 与本人给予的建议很接近 总算没有白费心机 实施13年的楼市辣椒终于出现改变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表示当局认同今天的经济环境和物业市场与当年有很大区别 关于减达 首先是将先征后退改为先免后征 职优财 专财可同样如港人身份一样支付购买物业印花税 据统计各项人财计划已有超过10万宗申请获批 与6万名获批签证的人财底港 如果未来有一成人买楼 就有6000宗成交 对中小型物业起极大支持作用 至于外地客进来香港买楼 支付的买家印花税BSD 与新住宅印花税NRSD 合共30% 现在减一半至15% 可以减轻外地客购买住宅物业的财务负担 相信此类别的交投会录得增加 而本地客购买第二层楼的印花税DSD 也由15%减少至7.5% 有助港人努力储蓄投资多一个物业作收租用途 勉强乱石头临之乱象 当然还有额外印花税SSD的适用期 由三年缩短至两年 减少捆绑物业时间 增加市场供应量 让急需资金周转的小业主 可以提早沽货离场 这些减辣措施能扭转乾坤吗? 不者相信措施对物业市场起稳定作用 尤其 先免后征政策会吸引不少来港人财上车置业 短期内楼价可以企稳 施政报告还有一个亮点 就是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 正式启动 投资额为港币3000万或以上 虽然不能购买物业 但移民人士也需要租房 买房或使用写字楼 对整体物业市场带来正面支持 港府及时出招减辣 使楼价跌幅变得较为温和 影响楼价的不紧是楼市政策 更关键的是经济前景及利率走向 全球经济前景严峻 利率长期在高位徘徊 是投资物业的最大敌人 有朋友问不者 为何对前景不太乐观 没错 工商界营商环境艰难 企业负债比率不断上升 铁一般的数据摆在面前 不者只能忠于事实 几十年来经历不少经济衰退局面 提醒大家无必谨慎行事 做好个人风险管理 别被狂风巨浪淹没 也明白写文章应如实反映事实因素 我们只有看见危机 安然度过危机 才能见到光明未来